現在的地方就是在我們的觀光夜市 所以這裡其實真的每天每天都越來越熱鬧了 不過現在我們正式開始營運的時間就是456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再利用晚上的時間好好的來走走逛逛 待會兒帶你來看看這裡到底有哪些好吃的小吃呢 那就是每次來到這邊看到你們排隊的人都很多 那其實你們好吃的秘訣是在哪裡 新鮮就是東西新鮮因為我們都是當天現做的 賣完就沒有這樣子 那裡面賣的最好的是什麼 最好的喔 最好的應該就是小黃瓜然後雞腿這樣子 雞腿 然後雞罐雞罐也很好 他們家的雞腿是什麼會賣完的 為什麼雞腿會賣得好是他的吃起來的口感 你看你就知道了 因為我有這樣子 有特別的讓他就是要翻滾一下 不是翻滾是去骨 雞胸雞腿小黃瓜每一樣都想要品嚐一下嗎 滿滿的人潮有什麼人之處呢 我覺得他好吃是在哪裡 恩...就覺得很好吃 那你平均你已經買了幾年了 我...我來這裡一年多而已 可以那你也吃了一年多嗎 恩...就... 常常會來買 就想到就來買 想到就來買 所以他吃了就會讓你一直會回想他的味道 對他不錯 看到這個金雞母啊 還有這個臭豆腐之後 其實呢 正街的觀光夜市 還有好多好多零零鐘和好吃的食物 我們來問一下 年輕的朋友他們都吃些什麼 哈囉美女 請問一下你吃的是什麼 我吃的是雞肉捲餅 雞肉捲餅 那你剛剛已經開始吃了嗎 恩...還沒有 可以吃一口 然後幫觀眾朋友說一下好不好吃 恩...好 脚油打不打不走 紅太陽公分彈出了頭 像顆芒果想要一口 我們要... 皮很酥 皮很酥 嗯... 那口味怎麼樣 恩...還不錯 還不錯 那其實常常來到我們觀光夜市嗎 恩...還蠻常來的 那其實...其實每次來你都會吃什麼 其實有很多種vacation 恩...對 有很多東西 就是甜品我都會吃 甜品都會吃 嗯... 那今天除了買這雞肉捲餅 你要不要再展示一下你媽媽的這個是 恩...這是...日式章玉丸 章玉丸 那你吃什麼口味 台台的 台台的 所以你覺得非常的不錯 對 記者 高維銘正如的台訪報導